另外主持人徐乃琳日前遭到一人杨秀慧控诉 用不雅字眼羞辱 两个人是速度隔空交火 而且徐乃琳还放话拒绝再同台 不过她在今天喊冤说是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说相关的言辞都只是节目效果 她也没有封杀杨秀慧 用骂这样的一种口吻 或者是猙獰的表情 我绝对没有 态度软化放下心结 徐乃琳跟杨秀慧终于破冰 有你在每次你来跟我大出去过 也真的很好笑 你要吃我豆腐尽量吃 好不好 我这老豆腐还有人吃我也感谢了 开心邀请杨秀慧再来上节目 日前徐乃琳被杨秀慧开直播痛诉 在节目录影时以不雅字眼公开收注 骂XXX这个我比较痛不下 双方多日隔空交火 徐乃琳甚至放话心结已经结下 拒绝跟对方同台 如今怒意终算消退 你都知道叫说者无心了 那听者有意 那有意你就告诉我嘛 自我认知我跟他真的很熟 徐新阳去年结婚 我请不到十个艺人 他是其中一位 而杨秀慧也回应说 谢谢乃哥大度邀请他再次上节目 还说乃哥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要斗嘴的话依旧会跟他斗 也感谢乃哥原谅 争议多日延烧也总算画下句号 这这么道 谢谢